长期推动三好教育的四位高中在端午节前夕赠送240颗 由餐饮科同学亲手包的粽子给老人家庭关怀协会 受到粽子的老大人们都很开心 也感谢孩子们的爱心 让他们可以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 端午节前夕四位高中两位老师和三位餐饮科同学 带着240颗亲手制作的粽子送给社区长辈 祝福老大人们端午节快乐 由于是要给老人家吃的 因此同学们在制作粽子时也特别精选食材 我们这次包了240颗粽子 大概用了就是一些肉跟一些比较粽子里面常见的一些食材去包 然后在包的过程中都会就是心里都会想说是要给阿公阿嬷的 所以都会特别比平常还要特别的用心去做 我会想到阿公的房子觉得很正经 因为能在这种环境生活我觉得很辛苦 然后要自己照顾自己 然后年纪也很大 然后就觉得像可以多一点操作 就觉得这个环境就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想说这种地方也可以就是有可以住在这边的人都很厉害 阿公阿嬷也那么高龄了 思维高中表示学校和老家协会合作多年 每到端午节中秋节都会制作粽子和月饼 透过老家协会把这些食物收到长辈手上 让同学们体验真正做好事的感觉 我们学校一直都有在推动这个三好 那我们学校呢就是在做三好的部分呢 都会跟这个社会做连结嘛 那除了教学生平常就是存好心做好事 说好话之外呢 我们也用行动来做表示 把他们在学校就是所学的 然后应用在这个生活上 然后做成就是食材食物 然后分享就是有需要帮助的老人 老家协会表示 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独居贫困家庭需要大家关心 和思维高中的合作 也可以让孩子们体认到社会弱势族群的一面 需要大家持续来关怀 建律会幻市报道